炒之前先把毛撕一下 撕亂 这样会比较好粘化 然后按照图案的区域来把原材搓上就可以了 搓的时候也不用搓得很厚 大概一毫米左右就可以 然后就是能覆盖住底部的白色就行 你没想过来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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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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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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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铺好以后 现在还是比较不平整的 比较浮躁 然后这样全部再戳一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找出这两个鸟的位置 用一点点深刻色线 这样 把线 把毛 拉长 搓一下 搓成一条线 在小鸟的大概位置这样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复涂 图案全部抽完以后 如果买的是修工款的话 这样把修工打开 然后把内圈放到下面 直接这样把图案框上去就可以了 然后拧紧 把布拉平 这边做一个布直接用剪刀沿着修工这里 剪掉就可以了 然后正好这样可以挂到墙上或者哪里 图案全部抽完以后 如果买的是相框款的话 这样拿出相框把后面这个拨片 拨一下把底拿出来 然后这个透明的片上面是有两层膜的 把这个两边的膜撕掉 就是一个这样透明的片 把这个底放的时候挂钩这里 对应着图案的正上方 这样挂起来图才不帅 图才不会是歪的 然后把这个透明的片放上去 把这个 剥片 把这边做鱼的布剪掉就可以了 把这边做鱼的布剪掉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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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